第三十九集,第二天一早,魏英在办公室打了个盾,醒来望了一眼桌上的时间,七点,还有一个小时就换班了。 最近因为郑主任休假,他连续值了几天夜班,有点吃不消了。 这两天,得趁调休好好睡一觉,就怕小家伙刚好是周末,闹着要出去玩。 朵朵,说起小家伙,魏英总算想起休息室里的闺蜜了,应该还没醒吧,醒了早就跑来办公室找人了。 魏英站起来,活动了一下筋骨,洗了一把脸后,才朝休息室走去,里面安安静静的,睡得还挺沉的。 魏英面手捏脚推开门,拉起床帘,床上空空如也。 朵朵,魏英有一阵子的慌乱,短暂的惊慌过后,魏英冷静下来想了想,这地方也不会跑丢人。 朵朵对这里很熟的,肯定她是去哪了,蓝忘记。 除了她,魏英想不起还有第二个人,能让自家女儿痴迷成那样的了。 魏英气急带坏跑向威武,病房,果然,在门口就听到了那悦耳的笑声,魏英脚步放慢了些许。 不知道是心安了不及,还是潜意识就希望这开心的笑声,能再持续的久一点。 爸爸,爸爸,朵朵想吃这个,买这个好吗? 爸爸,魏英在病房门口听着瞳孔都睁大了。 她叫谁爸爸? 宝宝,嘘,是蓝忘记的声音。 我们叫爸爸只偷偷叫好不好,小小声的。 而且只能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才叫,爸比赞了就不叫好不好。 爸爸,现在爸比也不在呀。 爸比很快就下,搬了。 最后两次消失在门口那个,怒火中烧的人脸上。 魏如兰,你给我滚过来。 爸比已经很久没叫过她的大名了。 朵朵缩在沙发上,瑟瑟发抖。 魏英,蓝忘记知道,某人是听到了。 朵朵,爸比让你过来。 声音低了几度,某朵唯唯唯唯唯的看了看蓝忘记,知道她也无能为力了。 只好乖乖从沙发上挪下去,再一步一步走到魏英身边。 爸比,谁让你叫爸爸的? 是我。 魏英跟宝宝没有关系。 是我让他叫的,你别怪他。 蓝湛怕魏英一时失控,吓到宝宝,赶紧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。 我们让你说,你给我闭嘴。 魏英白了他一眼,继续低头看着女儿。 宝宝,爸比在问你话。 你要不要回答? 朵朵说,朵朵没有爸爸。 叔叔说愿意当朵朵的爸爸。 某朵嘟着小嘴,如实回答,谁同意你这么叫了。 魏英质问,我什么时候同意的? 朵朵同意了。 某朵想,叫爸爸是我叫,又不是爸比叫。 当然是朵朵同意就行了。 魏英。 这个小家伙可是越来越降了。 不过说到底,这皮线还是随了他自己。 跟爸比回家,魏英弯腰想拉着他的小手。 被朵朵一闪,躲开了。 不要,今天朵朵不上学,要陪爸。 叔叔,叔叔生病了。 爸比没有生,病。 爸比自己回家。 宝宝,蓝忘机在心里冒了滴冷汗。 他怕得要死的人,小不点不紧不怕,居然还敢在老虎头上拔毛。 嘖嘖。 好,行。 魏英低头看了他一会。 那以后你都别找爸比了。 你就跟。 别人一起过吧。 魏英说完,转身就要走。 不要。 哇。 呀,爸比。 不要朵朵。 朵朵是孤儿。 小家伙哇的就哭了。 上前抱着魏英的双腿。 朵朵想要爸比,也要爸爸。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可以有爸爸? 朵朵不能有。 这一阵一阵的哭,一声一声的问,敲打着魏英那颗。 本来想假装冷硬的心,让他痛,让他流血,让他再也冷不下心来。 宝宝。 魏英蹲下身子,心疼的给人擦眼泪。 爸爸是不能乱叫的。 知道吗?朵朵不是有责爸爸了吗?咱们不要爸爸了好吗? 不要。朵朵喜欢叔叔,叔叔当朵朵的爸爸。 朵朵喜欢,爸比也喜欢好不好? 已经铁了心要把某人追回来的蓝忘机。 此刻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退再退。 一听到他们父女俩因为自己闹矛盾就难过。 不安,只希望自己能消失,得远远的。 这样他们就能相安无事。 现在他知道,要追回魏英,眼前这个小家伙是突破点。 所以,就算他看到魏英为难心里再疼,也强忍着不说话。 他需要朵朵来给魏英施加压力。 父女俩人僵持了很久。 朵朵也是很倔强。 接着小嘴,脸上爬满了泪水。 可小手即不肯放开。 小脚也不愿意挪动。 反正他就是要爸比,也要爸爸。 最后还是魏英无奈妥协了。 他很不下这个心。 好,爸比同意你跟叔叔在一起玩。 但是现在要跟爸比回家,等中午吃完饭饭了再过来好不好。 听完爸比的话,小朵朵第一时间就是妄想完忘机。 很认真地问了一句。 叔叔,可以吗? 魏英。 什么时候还要问他意见了? 魏如兰,你真是要气死你爸比了。 我给你脸,你给他脸。 这,一对比,自己岂不是? 完败了。 一旁的蓝忘机也是万万没想到。 小家伙会突然来这么一句。 迎上人警告魏十足的眼神。 似有若无敌掠过他的腹部。 蓝忘机下意识咽了咽一百。 连声应道。 好,好,可以,叔叔等你。 他怕自己再回答慢一步。 魏医生就要好心给他拆线了。 他可不想诱痛一次。 那叔叔,你要乖乖在这里等躲躲哦。 不要乱跑,要不然肚子会流血,会痛痛的。 某朵临走前还要千主妇万交代。 魏英站在门口,抱着手肘, 看着他们情深一切,难舍难分。 心里默默抱怨自己这副强壮的身子。 任凭风吹雨淋,连打个喷嚏的机会都没。 哪像某人,魏英扫了那张苍白的剧面一眼。 一看就招人,惹人心疼。 轻而易举就勾起了一个幼儿园小朋友。 还没萌芽的母爱。 回家咯,爸比,某朵达到墓地。 开心了,连那声爸比都叫得尤其轻快。 哼,魏英傲娇得白了他一眼。 转身就走。 朵朵跟在后面追,爸比,等等朵朵。 朵朵小胖腿还没长大,声音渐行渐远。 站在病房门口的人嘴角飞扬。 这算不算开了个好头。 魏英没有排斥他,也不强迫朵朵和他分开。 是不是意味着他还有希望。 回到家楼下,魏英看着楼下的生活超市,犹豫了一会,还是走了进去。 爸比,朵朵不想吃这个菜菜,苦苦。 朵朵眼睛看到魏英拿借菜,立马提出抗议。 吃青菜他已经很可怜了。 还要吃苦的青菜,爸比是故意报仇的。 他刚才不听话,爸比要惩罚他。 不是给你吃的,你放一百个心。 魏英挑了一把又脆又嫩的,放进篮子,转身又朝肉垒砖去走去。 爸比,朵朵想吃肥肉。 朵朵看爸比在看一堆瘦瘦的肉,又提出抗议,宝宝不吵。 等会再买肥肥的。 魏英专心在那一堆牛肉里写了快嫩的。 煲汤清潮都不错。 朵朵则是一脸的疑惑,爸比今天怎么回事。 买的菜全是伯朵不爱吃的。 爸比也不爱吃,那是给谁吃的。 某朵接着小嘴,愣是想不明白。 买完菜后,魏英又跑到买中药材的地方,买了两只夕阳参。 爸比,这是什么? 好奇宝宝朵朵朵的小嘴,是不可能写下来的。 这是人参,补身子的。 魏英还没说话。 贵姐看她可爱到不行,主动跟她说话,补身子。 朵朵眨巴着大眼想了想,突然想到了什么,低头捂了捂自己的肚皮。 爸比,朵朵胖胖,不要补身子。 不给你补,放心,魏英真是败给她了。 不是给我补的。 菜菜不是给朵朵买的。 肉肉也不是朵朵喜欢的。 连身子都不给朵朵补了。 难道,爸比,你是有第二个宝宝了吗? 你疼别的宝宝,不疼朵朵了。 贵姐下意识望了魏英肚子一眼。 先生,怀孕了不能多吃夕阳参。 你可以选择。 没有,没有。 魏英慌忙摆了摆手,小孩子乱说的。 魏如兰,从现在开始,你别说话。